四川发生大地震之前的十天呢 纳吉斯风灾重创了缅甸 就从七个多月前开始呢 慈禧之工就一直不断的在仰光 进行了短中长期的援助计划 这回呢大爱记者特别呢 怕着志工们曾经铺好的这条爱的道路 突破了重重的困难 进入了重灾区的伊洛瓦迪省 持续关怀灾民 而大爱电视呢 也是台湾第一个获准进入重灾区的媒体 从今天开始呢连续一个星期 为您推出走过纳吉斯 缅甸灾后180天的专题系列报道 先来看看这一场的灾难 当时热带气悬纳吉斯行进的路径呢 从缅甸南部登陆之后 卷起了三公尺高的巨浪 重创了伊洛瓦迪省 那么当时呢 五个省份受到了波及 那么到多少人丧生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的官方数字呢 还没有一定 因为都没有办法统计10到10万人到13万人 那么另外来看到的呢 就是这边的几个省份 阳光省 伊洛瓦迪省 博固省 孟邦 还有克伦邦 都受到了波及 那么这个百分比呢 就是淹水的比例 那么其中呢 这个大家所看到 伊洛瓦迪这边的波加里村呢 这就是这次的大爱记者所走过的地方 那么事实上呢 单单是这个波加里镇呢 有500多个村庄就有两成消失 八成的学校全毁 住家也都有程度不一的损毁 面对这么严重的灾情 目前的复原状况 其实呢 根据大爱记者在现场的观察和记录 并不太乐观 因为倒塌的学校当中只有两成 还有住房当中只有五成 现在是获得重建的 至于农田 因为炎化非常的严重 根本种不出作物来 至于更严重更严重的是 灾民的心灵创伤 这个抚平的时间恐怕还要更长更长 所以缅甸重灾区的重建记录 看起来还很漫长 老年到无不明 老年到无不明 当夜人家的眼神 我和你一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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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末冬初一年一度的点灯节来临 正是欢欣鼓舞庆丰收的日子 从阳光驱车到坡家里途中 采访团队看见活络的生命力 越往重灾驱走 相见景致越淳朴 直到抵达道路运输的终点 坡家里镇 或许是国民为缅甸 这片土地常常免电没有电 不过商机复苏 从镇上这家老字号面包店看得出来 老板娘说 虽然只恢复了风灾前一半的营业额 但只要灾民有需 他赔钱卖也没关系 灾难总能激发来自人性底层的美好良善 这场风灾是改变缅甸的重要起点 抢救生命 市场与时间的竞赛 历经三个星期斡旋 联合国等国际救援组织 敲开缅甸政府援助大门 但面对幅员辽阔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 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 停在伯格雷这艘大船 提醒着人们纳吉斯丰灾带来的重创 如今半年过去了 市政恢复宁静 但是外围的重灾区仍然需要援助 登上柴油动力小艇转动着螺旋桨 船体朝着南方滨海村落而行 或许是错综复杂的水道 阻挠了救援速度 充满绿意的河面上 还看得见风灾摧残痕迹 只剩骨架的房子 早就失去屋主 时光在这里停滞 幸存的人们背后隐藏着巨大伤痛 空地上玩耍的孩童告诉我们 这里本来是学校 被风灾摧毁了 住家呢 奥棉棉带着我们去的 却是阿姨家 全家只剩奥棉棉 如果多留一口人都好 至少不那么孤单 仅仅11岁 脸上的悲伤 与红色条纹衣服相应 奥棉棉人生字典里 不再有一家团圆了 政府不容许外界收容风灾孤儿 缅甸人民起而自救 一旁的阿姨出于不舍 六口人的家变成了十五口 生活就是靠联合国使良撑着 曾因旧灾不利 导致国际舆论踏罚的缅甸政府 此刻也发出恳求 破碎的土地 家与希望 需要时间抚平伤痛 看得见的有形重建 缓慢 但持续进行 看不见的心灵创痛 有多深 恐怕只有灾民之道